今年七月份台中县一名十七岁的真姓少年 他因为不满死者不还三千元 就火同另外四人来行凶 狂砍了六十八刀 刀刀见骨 检察官认定主嫌守法凶残 求处二十五年的重刑 但是死者的家属说 什么样也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个刑期实在太轻了 过了四个月 陈爸爸丧子之痛的情绪 依旧难以平复 红了眼眶 随身把当初买给儿子 血水电的工具挂在腰记上 但只要一想起儿子身中六十八刀 刀刀见骨 陈爸爸心全揪在一起 说什么也不能接受 凶残冷血的凶手 只被求刑二十五年 这些加害者的家属到现在 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 替他的儿子所犯的罪行 然后跟被害人的家属 说一个道歉之类的 完全都没有 这二十五年实在是太轻了 因为不满死者不还钱 为了区区三千块 十七岁的曾姓少年 伙同另外四个人 把死者骗到太平山区的开天宫 顶楼行凶 狂砍六十八刀 两个人下手 三个人围观 在一起把死者 从五楼往下丢弃时 他们把杀人了 就已经看作好像是打电动玩具 人杀了以后 Game Over 重新来过 检察官痛骂行创少年 把现实世界和网络混淆 求处二十五年的重刑 但陈爸爸不能接受 儿子命丧乱刀下的这个痛 说是没办法原谅凶手 要是判刑确定 不排除会继续上诉 中央新闻李孟章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